宇惠貴賓,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關於智慧製造蓄置整合的相關解決方案 因為智慧製造或蓄置整合在近幾年有被相當廣泛的討論 所以台達基於現在自動化的實力來去打造這樣的一個蓄置整合設備平台 目的在於去加深整體智慧製造的發展以及提升整個產業應變的硬實力 首先我們會按照幾個步驟來跟大家說明整個整體的解決方案 首先在市場境況以及我們所遇到的一個產業痛點 再來的話我們會介紹一下目前的一些案例分享 最後再針對於整個解決方案來做一些細部的解說 首先我們講一下整個蓄置整合的一個發展背景 那讓我們講一下就是以下這幾個我想都會是大家在製造業的過程中所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以及現在整個環境局勢所引領的一個大方向 那首先在地緣政治的部分 因為全球化現的趨勢現在正在逐漸的轉向在地化 那供應鏈呢也不再像以往那樣遙遠 就是而且更趨向於地區性 一方面呢是受到整個國際局勢的影響 那大家我們也清楚就是在疫情影響之後 那整個各個國家的一個保護主義開始慢慢的崛起 那以及比如說中美的貿易相關的一些政經關係也會影響 所以越來越多的企業以及國家開始思考以短鏈來去取代長鏈 那也就是說以在地化跟區域化來取代全球化生產的一個可能性 來去應變到未來的更多就是突發性的這種國際的一些影響 那其次呢就是在整個技術創新的部分 那隨著綠色跟智能製造等概念的一個興起 人類對於就是生產方式的期待也在不斷的提高 那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來尋求少量多樣的一個生產模式 那這個其實就是需要去整合這樣的一個技術來去增速 這樣一個少量多樣的一個導入需求 來去滿足這些不管是客製的需求也好 那這些多樣化需求都需要來做一些這個家屬的一個導入的一個過程 那最後呢是在勞力短缺的部分 那目前以當前的局勢下 那缺工問題呢會導致整個企業在不管是設備維護上 以及技術傳承上都會面臨到一些困難 那也會無法因應接種而來的很多快速或是客製型的訂單需求 那接在整個局勢之後呢我們從設備導入的角度來去切入 現今關於設備導入痛點有哪些 OK那簡單在這個部分呢我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 在整個目前設備導入的一個情形下呢 我們大概會分為幾個我們常面臨到的一些痛點啦 比如說新機種的一個導入耗時 那以一般的設備導入的情形 我可能是需要過一段的時間來去溝通我設備的規格 以及到最後的一個設備導入驗收 然後以及符合我的一個生產需求 這個過程中可能會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來去做 不管是討論或是人力的維護也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設備維護不易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一條生產線 以現當前的局勢的狀況下 那目前沒有一家供應商有辦法 就是針對整個製造產線 然後來做從一到尾的一個佈局嘛 所以說基本上現在的產線 都可能會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供應商 來去打造成同一條供應線 那這樣當然會導致於過多多樣化的一個情形 那我的維護人力就必須要去了解這些設備 要怎麼樣去維護它的一個生產的一個情形 那如果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去解決 那這也是整個設備維護不易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的話是少量多樣 那現金面臨到很多不管是客製化的需求 或者是很多我們現在的這個產品的更迭非常快速嘛 那其實很多產品可能沒過幾個月 那就有新的下一代產品 那優然而生 那這個生產出來 那我們就是要因應這樣的一個產品變化 然後來去進行這個所謂產線的一個 換線的一個作業 那再來的話呢 是效益無法事先的去做評估 那目前在整個工業的環境裡面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先知道整個設備導入到產線之後呢 它會發揮出怎麼樣的效益 我們可以做簡單的判斷 但是實際上還是得等到設備真正導入上線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去了解到到底這個設備能發揮的一個效益能有多少 那究竟可以對產線帶來多少的增益 那最後呢就是針對於人為的部分 人為因為現在還是會受到很多不管是經驗的影響 那可能老經驗的人員呢 會他的調適的速度呢 會比新剛入行的一個菜鳥呢 會來的比較跨也比較準 那這樣的一個經驗的傳承呢 以及現在缺工的一個影響呢 會不會去 會對於整個設備的一個導入呢 造成很這個關鍵的一個因子 那我想這些呢 應該是在整個目前行業裡面 會遇到的一些導入的一個痛點 那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來提到這個主角呢 就是我們的RTM需時整合的一個設備平台 那我們的目的 當然是去解決剛剛所有提到的這一些 所謂的一個導入痛點也好 然後是在國際整個局勢下呢 各國去進行發展的過程中 所需要的必備的一個投資 那我們RTM的設備呢 它原則上是具有三個主要的一個技術特點喔 那包括自動校正功能 然後以及是我們是採用整個標準的一個模組 以及台大的一些所謂的 因為台大它具有非常多自動化的一個component 這些元件 不管是從robot、制服、POC等等的 那我們就是以這樣的一個設計概念 來去打造這樣一個標準設備模組平台 那最後呢就是所謂 我們今天的重點之一就是虛勢整合的一個概念 那這樣的效益呢可以帶來這些的 這樣的一個系統效果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效益呢 就是如右邊這邊有提到的 那第一當然是我們機器是用來取代人力 那因為人力可能會有一些這個時間的問題啦 或者是這個人員的這個如果剛好有事情 那可能就是會影響到或多少 會影響到一些產線的一個運作嗎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產線的一個靈活性 我們要怎麼樣去滿足快速換線 或是滿足這樣的一個生產需求 來去做這個迅速導入或是轉換新機種的一個作業流程 然後以及支援這個跨線的配方使用 來去提供產能一個調度彈性 那這些呢我們都可以在RTM的這個設備平台上面去做到 那最後呢就是降低整體的作業成本 那這些當然包含了我們要去實現快速的新產品導入 因為我們一旦可以快速的把這些產品做迅速的一個切換 那其實相當於我就是減少了很多我佔用產線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嘛 對我就是減少了這過程中的一個作業的成本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在耗材以及公用組件的部分 那由於我們是採用的公用模組的一個設計語言 那我們可以去減少這些公用組件所需要 不管是備料上面或者是需要在升級換代上面的一個影響 那再來的話就是在不管是自動校正功能所來帶來的一個 減少人工調整的一個時間或者是離線變成的部分 我們可以縮短整個產線佔用的時間 那這些的概念呢都是用來降低整體的一個作業成本 來去達到就是我們來增加一個產線的一個效益 那首先呢我們在到細節的一個產品說明之前呢 我們先來分享一些實際的案例 讓大家比較能了解一個實際的一個運用情形 那首先呢是在點面交接的應用 那客戶面臨呢頻繁換線的一個問題 那在機種切換的過程中呢 常常需要進行一些停線調整的作業 那五星中呢就會佔用到很多的一個生產時間 所以當時我們在跟這個客戶 然後來去整個這個RTM導入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目的呢就是要去改善它整個 不管是在多樣化的一個製程影響 以及需求的一個頻繁換線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能藉由RTM的這樣一個虛勢整合的一個 設備平台來去搭配自動校正的功能 去提升它的換線以及生產的效率 所以我們最後的導入效益呢 都是就是我們可以快速導入 然後整個降低整體的作業成本 然後以及介紹這個相對於所需要 花費的一個人力 那再來的話呢是我們所得司機應用的部分 那所得司機的部分也相同就是 我們客戶呢他需要很頻繁的換線需求 那現在其實我相信很多的製造廠 都有同樣的一個狀況發生啦 就是我們真的很頻繁 可能會需要去進行這些 可能上午下午可能就換了好幾個不同的一個產品 然後來去做這些不同產品的生產 那他在其他其餘部分呢有遇到幾些問題啊 比如說像是原本的一個製程 他是沒有辦法去追蹤這些扭力值 或者是缺乏這樣的一個數據採集的一個功能 那同時呢他也沒有辦法藉由這些東西呢去進行 不管是品質追溯或是問題排查 那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方案的導入呢 可以來去增加不管是提到的換線 以及生產效率以外 那我們也可以藉由我們有的生產履歷追溯 然後去以及可以藉由這些數據的圖 來去分析這些不良品的情形發生 所以我們在整個導入的部分呢 除了這個快速導入以外呢 同時我們也滿足了這些不管是智能監控 以及檢測的一個需求 OK 那說了這麼多關於整個 不管是製造業也好 以及剛剛提到的一些案例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就說到 這樣的一個續整個設備平台呢 他究竟可以是怎麼樣來去 去過位或者是為了整個製造業來 帶來一些不同的一個面貌 OK 那什麼叫做虛實整合呢 可能大家會想要知道 就是到底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它的好處跟優點在哪邊 那其實虛實整合呢 它就是很直觀的想像 就是在一個虛擬世界裡 你可以完全重現跟實體設備 一樣的一個製程跟流程 那所以說我在虛擬的環境中 我就可以去評估 整個不管是在實體生產上面的 整個就是 不管是時間也好 或者是它的速度也好等等的 那這個東西呢 一直以來其實 市面上也都有 對應的一些 類似的一些虛擬模擬的軟體 但是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台達它具有一個 充足的一個自動化實力 那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因為台達我們本身具有 非常多不同的一個自動化的component 那比如說包含我們手臂 我們有自己採的手臂 我們有自己的控制器 我們可能有非常多 不管是視覺相關的 或是螢幕相關的 或是伺服相關的 我們都有自家的方案 那我們希望呢 以這樣自家的一個資源去共享 來去打造這樣的一個平台呢 它的特點在於 我可以達到跟市面上的 這些虛擬軟體 更準確的一個評估標準 就是我虛擬上的 我虛擬那些軟體呢 它可能是 我們講白話一點 就是說 它可能是基於一些經驗法則 來去做一些動作的模擬 然後做一個動畫的表現 但是我們是希望真的是 可以藉由我們一些 底層的演算法 然後或是這些 加減速的一些判斷 來去做到真的可以去符合 真實機台運作的一個情形 也因此呢 我們在虛擬機台呢 我們可以藉由在螢幕上的 這些離線的操作 我甚至不用占用到 產線的任何時間 我就可以在上面去進行這些 我所要生產產品的一些規劃 那這些規劃呢 一旦我完成之後呢 我只要很輕易的把這些 我所已經設定好的這些腳本 我只要把它下載到我的實體機台去 我的實體機台去呢 就可以去自動的 藉由自動校正的系統去完成 所謂設備換線 或者是我的快速新產品導入的一個 使用的一個情境 OK所以 虛擬整合的目的 它在於說 我可以去預先做好這些 所謂新產品導入的一些評估 來去減少 我一般來說 我所需要花費這些 不管是人力上面的作業也好 那或是產線佔用的一個時間也好 OK 那接下來呢 就是講到 關於產品的一些特點介紹 那首先呢 比如說像是剛剛有提到的自動校正功能 那自動校正功能呢 就是以傳統來看的話呢 我們可能是需要人工去做這些調適焦點的作業 那我們就是仰賴專業的人員 因為不同background的人員呢 他可能會去調適這些點位呢 所需要花費時間的可能是不一的 那要根據這些校正的結果 去來回去修正這些參數 那就是他非常好時間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的呢 我們的做法呢 就是變成說 我們有自研一個非接觸式的一個校正器 那這個校正器呢 他可以來針對就是 所謂我們的相片跟手臂的一些位置呢 來去建構六圍的一些 標準坐標的一個模型 來去進行整個機台的一個自動校正 那比如說上次這些設備自動校正啊 像相機工具工具面 工作面 然後以及幾種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 校正器的一個系統 來去進行整個快速 一電的一個校正 一個自我調整 來去快速達成快速上限 調適上限的一個效果 那以目前呢 我們在自己的場內來去進行測試呢 我們可以達到跟就是 人工區焦點的一個時間呢 我們可以減少72%的一個時間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快速NPI 也就是新產品導入的部分 那就一般的傳統的狀況來看的話呢 我們可能在手共焦點的配方生成呢 我們假設是以14個焦點 點位加上兩個mark點 總共焦45個點的狀況下呢 我們最少呢可能 以一般的情形來 大概就是一個點抓一分鐘的時間 大概起碼也要花個48分鐘 45分鐘再加一些 試生產及甚至生產的一個時間啦 總共我們就大概抓個48分鐘的時間來看的話呢 以我們的設備呢 來去進行相關的對應導入呢 我們只需要15分鐘 來去完成整個新產品配方 然後生成然後導入的一個作業 那整個作業流程呢 就像是剛剛提到的 我從虛擬的角度 我先把整個機台機種 加工路徑規劃模擬 完成後我把導入 我只要生除這個 所謂的加工配方 那我就再把導入到我設備機台去 我設備機台呢 就可以藉由我的虛擬的配方 以及我的自動校正的系統 來去達成整個 快速調適上限的一個作業 那目前實測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減少 本來是67%的一個所需的時間 那再來的話呢 是快速隨便展開的部分 那傳統上 如果我們在做一些人工一線的話 那因為我們清楚 就是在不同的 就算是同一型號 我們也會面臨到很多 生產的過程中 面臨到的一些機查問題 以至於其實你在 A設備 就算它是同一設備 在A設備所導出的一個配方 你不見得可以直接 無通拿來在B設備上面做使用 對那你可能還是要去 進行一些些微的人工調適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在導入到CE設備上使用 你還是得不斷的去進行 這種人工調適的作業流程 對那所以的話呢 以我們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就是呢 以原生產的設備去導出 到的一個配方呢 我們可以直接拿到 就是其他的一個 同型號的一個設備上去使用 而不需要去經過 相當繁複的一個人工調適流程 因為這些流程呢 都有校正器 就是自動校正的一個系統 來幫你做好了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可以很快速的 我只需要花三分鐘的時間 三分鐘的時間 我就可以完成整個 在這個快速展開 隨便展開的一個作用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虛神盒的部分 那這主要是提到就是 我們在預先評估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傳統上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式 來去做這些投資的一個風險 或是製程的評估嘛 那我們就是可以在 在這樣的一個虛擬軟體上面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手臂的動作 然後怎麼樣去進行整個製程的一個流程 我都可以去用可視化的方式去進行模擬 那我就可以去很清楚的了解 這個設備 究竟可以對我帶來多少的一個效益 OK 那RTM需時整個設備平台呢 目前呢 會有幾個主要的應用領域 那包含說電子組裝製造業 抽用電子 PCB的代工製造 或者家用電器 那我們主要的應用段呢 會Focus在 如後段的一個製程 組裝作業的一個 一個FATP段的一個流程 那像我們有一些 常內的一些應用範例 包括說電源產品 騎車電子的產品 免費的產品等等的 那目前呢 我們 我們的目的 是要去打造一個標準化的設備平台 那也就是說呢 在各個應用上 其實我們都會慢慢的 在這個平台上去做實現 那在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會先以點噴焦機 跟鎖式機呢 作為我們標準的兩個應用 那首先在點噴焦機的部分呢 我們有還有以下幾個特色 就是我們的點噴焦機 它可以去搭配到不同的一個 交法選擇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就是取決於就是 生產端到底是需要 什麼樣的一個交法去做製程 因為其實就如果 以一般生產端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不會特別建議說 要去變更 現在已經穩定生產的一些交法 那我們更多的是希望 就是以我們自動化一個設備 來去做整個產線的一個升級 以我們大家聽的設備 然後來去搭配 現在已經使用 在生產線上的一個交法的 以及交種相關的一些配件 然後我就直接 我們可以直接做一個融合 然後來去讓這個設備呢 只是一個取代人力 或者是升級的方式 然後來去完成 就是整個生產的一個作業 所以我們自己當然也會 我們台大呢 我們也有提供各種 就是不同的一個交法選擇 那這個還是完全取決於這個 製程端的一個需求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比如說自動校正的功能 我們可以經由設備的誤差 進行自動校正的 減少這樣調整幾個作業 那又像是 又或是產能快速調度 我們可以藉由同配方去做 跨機台一個生產 來去實現跨線產能調度的一個功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虛擬整合 那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預先模擬 那或是快速機動的一個導入 那再來呢 就是一個基點網 那現在嘛 我們都必須要去支援 就是像是IPCCFX的一個協議 去滿滿足整線的一個監測控的一個 所需的一個參數 那再來的話呢 是索羅斯基的應用 那索羅斯基的應用呢 我們呢 搭配的智能所附的一個系統 那它可以去做一些 不管是扶索花牙 或是漏索檢測 等等的一個檢測功能 那同樣的呢 搭配到整個RTM的設備平台呢 我們具有以下一些功能 包括自動校正 產能快速調度 敘事整合 以及基點網 OK 那來到今天的最後一頁 就是簡單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 我們今天呢 講的呢 其實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樣一個RTM的一個敘事整合設備平台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能 不是沒有聽過 但是沒有辦法 可能不是很清楚 到底這個東西 在實際的生產線上 到底能發揮怎麼樣的一個優勢以及效益 那其實整個來說的話呢 主要就會有四點 我覺得今天可以為大家來做個總結 那首先呢 就是我們在快速設備的一個調適 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樣一個虛制整合的一個軟體 來去減少整個在調適過程中所需要花費的時間 然後以及調適過程中呢 所需要花費的人員能力也好 或是人員培養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一些五行的成本 那再來的話就是在 產線的一個快速水平展開 然後以及快速換線 這些事情上面呢 我們都是以 蓄勢整合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去達到快速的一個水平的一個佈局 又或者是我產能的調度 我如果今天是想要去生產更多的新產品 我想要去接更多的case 又或者是我對於自己工廠內的佈局 我有一些想法 我想要去做一些調度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虛實 所帶來的一個附加效益 來去增加我的產線生產的一個彈性 那最後呢就是交貨時間的部分 那交貨時間的部分呢 就是因應於整個就是我們的模組的一個設計也好 那或者是整個在我們評估的階段也好 這些地方呢都可以有效的呢 降低我們在整線設備導入的時候 所需要花費的一些時間 那以上呢是今天呢 針對RTN11整合設備所帶來的分享 謝謝大家